小王是一位刚到东京找工作的年轻人 由于暂时居无定所 只能在叔叔阿俊家里借宿 阿俊也让小王不要担心 让他安心住下 等找到工作后再搬出去 这时小王的叔母阿丽也来到客厅 表示非常欢迎小王来家里借宿 还让小王不要拘谨 有任何需要都可以去找他 阿俊健壮也急匆匆地离开 让小王和阿丽可以更加毫无顾忌地进行交流 于是等阿俊离开后 阿丽就默默奇怪地对小王开始诉苦 说阿俊其实对他很冷淡 每天晚上都找理由拒绝他的运动邀请 在那一刻小王也很诧异 不知道叔母为什么要和他说这些 几分钟后阿丽觉得有些累 就躺在客厅的沙发上休息 一旁的小王健壮就有些控制不住 因为叔母的睡姿非常胆大奔放 让小王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于是小王就小心翼翼地上前打量 准备更深刻地了解女性的生理构造 就在这时阿丽突然醒来 发现面前对自己毛手毛脚的小王 居然没有丝毫生气 还问小王想干什么 在那一刻小王也开诚不公 表示自己虽然年过三十了 但还没有女朋友 急需要体验鲍鱼汁的味道 阿丽听后也表示很理解小王 当场就送上了鲜美的鲍鱼汁 事后阿丽非常开心 自己又一次夺走了一位年轻人的童真 让小王成为了真正的男人 而小王自从品尝了叔母的鲍鱼汁之后 无时不刻都想要继续品尝 阿丽健壮也热情地准备领小王回屋 但早已猴急的小王 不由阿丽分说 当场就开启霸王硬上公模式 从那天起 每天一早 阿丽总会急切地让阿俊赶紧出门上班 对此阿俊也感到很奇怪 也许他不知道 只要他一离开 阿丽就会对小王开启授业 进行深入的步伦交流 每次事后 阿丽也会为小王准备营养美食 让他时刻保持战斗状态 看着温柔体贴的叔母 小王非常庆幸 表示要用手机 录下与叔母每一个精彩的瞬间 对此阿丽也毫无顾忌 摆出各种诱惑的姿势 让小王随意拍摄 在那一刻 小王仿佛陈老师上身 拍出了许多经典大尺度照片和录像 乍一看 这又是一部正能量的作品 讲述了七人之间互相帮助 增进彼此关系的暖心故事